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一身鲜嫩绿亮相 无奈网友太热情 挤爆直播间 直奔主题 UNIQ王一博终于出来了 许久未见的他 亮相百雀零九十周年庆活动现场 这次的王一博一身鲜嫩的西装 搭配绿色衬衫 整个人看起来好稚嫩 真是许久未见 甚是精神抖擞 整个见面会 在线上直播的方式 没想到热情的网友 直接把直播间挤爆了 出现了卡顿的情况 好多人在线观看的人数超过了十万多 整个直播从下午的十六点开始 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没想到网友这么期盼王一博的出现 确实是最近的王一博 一直神隐于剧组 忙着拍戏 网上却开启了寻找他的踪影 更是热火朝天 大张旗鼓地寻人 也许是知道了这个梗 就有了开头主持人郭涛问王一博 现在在干什么呢 王一博的回答也是干净利落 忙着拍戏呢 的确如此 从王一博的整个状态来看 还是有些疲惫的 哪怕是整个直播过程 他都保持微笑 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是 他时不时地揉搓眼睛 整个见面会中 还是挺温馨和谐的 这次的王一博没有了之前跟粉丝的互对 更多的是为粉丝谋取了不少的福利 看得出来 这个孩子还是很懂得给自己人送东西的 在粉丝回答问题的时候 也是不惜余力给予了各种的提示 话说 王一博提示很大程度都是无效的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总是有意无意之间带着一点坏笑 虽然只言片语 但是看得出来 他还是有点害羞 毕竟粉丝很大声地表白了他 王一博 我爱你 估计王一博听后 彻底的无欲了 这么直白 现场这么多人 屏幕前还有不少人啊 这女人真是够了 酷哥不要面子的吗 可能是许久未见他的原因 粉丝对他的热情都快溢出屏幕了吧 刷爆了整个直播间 更是一度卡顿了许久 王一博的这次高清涂一出来 很多人才发现 原来他又轻瘦了不少 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虽然网络上都在寻找他的踪迹 可是现实的状态就是 都清楚知道他在剧组忙着拍戏 大部分都是夜戏 期间还穿插着中通告的拍摄 从剧组中的人员口中得知 王一博在拍摄过程中 很认真 哪怕是没有自己的戏份 他也会在监视器旁看其他人如何演 这也是为何他会推掉很多活动 扎根于剧组 可见他在演员的道路上 一直都有很用心 的确 这次的拍摄进度也是挺紧凑的 能够有时间出来的机会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各位喜欢的小伙伴们 珍惜他出现的机会吧 这也算是在街舞后 大家首次看到他的身影 一身的白色西装配绿色的T恤 是他喜欢的绿色 所以看到的他整个人都神采奕奕 仙闷绿色果然是适合王一博的 这次的出街 也算是解了网友相思之苦了吧 没有了每周陪伴的王天天 反而对他的期许更为浓烈了 也许减少一些曝光度 对于他而言反而是一种更好的保护 增加了神秘感跟新鲜度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